佛陀成道之后,讲经说法四十九年,普渡众生 所谓的五圣佛法是人圣、天圣、生文圣、辟知佛圣、菩萨圣 这五圣的修持和所证的果位 什么是佛法的大纲呢? 那就是五圣佛法 人圣、天圣、生文圣、圆觉圣、菩萨圣 人圣的法就是要持五戒以保住人圣 下一次得以继续修寻佛法 天圣的法就是要守十三页道及以加修禅定 未来就可以往生天上享福 生文圣的法就是要持比丘比丘尼界 并以四圣地为主子 四念助官为官行的法门 法正道为实行的方法 得以断除我剑等三呼结而成为出国 乃至于断除五上分解成为阿罗汉 以色寿时入吾云涅槃 圣觉的话就是要先了知 寻言当中的奇事而还不能过比的事 它是一切友情的真心 然后在现观十二因言之 没有之都是可灭之法 因而成为出国乃至四国 以神寿时入吾云涅槃 菩萨的法则是依照佛陀所施设的菩萨五十二阶位去修行 以福慧居住后去寻找 去清正一切友情真心而成为真实义菩萨以后 转移他无所得的体性继续去修行 最后可以成就四至圆明的究竟佛 然而五圣佛法会归于三圣佛法 那就是僧文圣 圆觉圣 菩萨圣 三圣佛法最后会归于菩萨圣 所以五圣佛法都会归于菩萨圣 菩萨圣才是佛法的大纲 也是佛来人间广度众生的最大目的 从上述中的五圣佛法 人天二圣是世间法 僧文辟之佛 菩萨三圣是初世间法 初世三圣中间文辟之佛是小圣 菩萨是大圣 佛法可以运载众生 从生时此案到灭盘彼岸 所以将佛法批语为圣 人圣 天圣 僧文圣 绝缘圣 菩萨圣 十方新闻 王天龙 陈一上 高雄采谋岛